娱乐中心综合报道卡南想换iPhone 14决定出售自己的旧手机iPhone 12 Pro Max 突翻设自苹果iPhone 14系列星期16日正式发售 吸引全球各地国粉抢购 泰国网红卡南Kanek Yadda也是其中之一 不过不浪费的他突发奇想 决定出售自己的旧手机iPhone 12 Pro Max 结果消息曝光意外吸引上千网友出高价购买 其原因正是因为他决定手机里超过5万张蜡罩 以及近500多部影片原封不动送给粉丝 卡南承诺里面的照片影片全部不删 让3000多开高价购买 突翻设自卡南因长相甜美配上交好身材 光是IG吸引50万粉丝追踪 最近苹果发表iPhone 14系列新机后 他在脸书表示 因为想要换购最新款iPhone 14 因此打算抛现有的iPhone Pro 12 而他秀出要出售的手机照片展示时 照影片也都还留存 且封面就是他与另一名模特在海滩的照片 其手机内储存照片高达51529张 影则有582部 根据Tiger报道 卡南的抛售文一出后 就超过3人向他询问价格 更一度有人喊价40万泰铢约新 B34万元买下他的手机 并求他不要删除照片 慕卡南还未决定要卖给谁 不过他已经允诺自己手机时不会删除里面的照片和影片 因为他自本来就常在社群平台分享这些照片与影片 因不会有外流的疑虑